一年一度大洛杉磯台美人 传统州系列活动 最近举办文化美食园优惠 尽管当天飘着围雨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兴和喜吉利 现身开幕仪式 表达支持台湾的立场 我们在总统上 刚才发布了认识 台湾关系法 这四十年之一的关系 中美国联系列 而向台湾的成员 向台湾开始做出成员 像作为国健康的健康 我勇用了工具和权子 我勇用了工具和权子 和其他人 要保持说得到 我们保持这坏关系 中美国联系列 和台湾 我们在用台湾抗的防止 但台湾是一位我们最大的协议伴员 而持有这些强烈的 经济协议政策的关系 是一个影响我们的两个人 适逢外交部宣布 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象征台美关系紧密 也让许多在美台人感到骄傲 今天看到台美关系 能够有这么一个 不但是实质的 形式的双向的成长 感觉上非常的高兴 这个更名的事件 其实只是算很小的一个成就 但是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很多台美人 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 不断的付出 不断的去拼国民外交 跟这些美国的政要 拉好关系 让他们知道台湾的价值 洛杉矶办事处 也在园游会上设置摊位 持续为台湾加入世卫组织WHO发声 乔务委员温玉玲表示 活动反应热烈 目前已搜集近500封连署书 计交给美国总统川普 希望明年能够成功 园游会现场吃喝玩乐 气氛热闹 不仅台味小吃摊大排长龙 精彩的魔术及布袋戏表演 也让全场充满台式欢乐 资格尔 正常 杨矩 当年 感谢观看